以后 福端 替我去寻一些书解 要那种 直接让人勤勤爱爱 不缺人向善的 我都要 女公子尚未嫁人呢 不看圣人典籍去看这些 有些出格吧 我让你去你就去 否则我回都城 我就跟连锋说 你如今翅膀硬了 不听我对话了 你看他如何收拾你 别 女公子 福灯都听你的 但求女公子在连芳面前 都夸夸我 只要你能帮我寻来 所有叫人如何做夫妻的书籍 我定教你夸的天上有地下屋 夸 夸灯这臭小子 哪去搞来这些阿萨的书 没眼看 认识没眼看 这么多 叉叉 不是 我 你在窗户玩干什么 吓我大跳 听闻福灯说你在苦夺 特地来送酒 给你助力的 算你有良心 不许看 怕什么 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们二人聚在一起 也是常看的 你说漏嘴了 没想到啊 你们这些阿萨凑在一起 竟是做此等龌龊之事 孔夫子曰 十色性也 何来龌龊 再说 我又不常看 孔夫子说的 那应该是没错 对 那不如 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甚好 嗯 你也没关系 那不如 不过 你也没关系 我 你 他赶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少长 若是陈伯夫人始终反对你我 你是否还愿意与我一起 阿佑 你放心 无论我阿牧如何反对 我都要与你必经而行 不过现在我们真得好好想想 如何谈情说爱 此刻我们两个人 不就是在谈情说爱吗 还要学什么 是啊 阿佑 你真是句句话说到我心坑里了 如今我们就是在谈情说爱 为何要跟书简上学 到时把我们的故事 在写进书简里 让他们跟我们学 说得好 继续喝 我若当初听了长辈的劝告 与皇府仪澄清 如今还能有这般舒心日子啊 你我虽为长辈 但也并非事事都能料对 这鞋子何角与否 得穿的人才知晓 这与谁过日子舒心 只有自身最为清楚 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干涉他 那师父且说说看 究竟哪里不满意娄瑶了 人听闻你气得不得进食 便送来各类吃食 哪怕师父此刻要龙肝奉随 他也能给弄来 如此还不够吗 娄公子倒是个支礼术 懂冷热之人 可是娄家二房的近况 我不能看着娘娘 往火坑里跳吧 师父不如换个想法 那娄家二房示弱 人丁担保 刮目掌兄 子博会欺压娘娘 况如今娘娘带人街舞 和风细雨懂得体谅 这婚后 必定能相处融洽 是 师父 是还有庞的想法 若将来泱泱的夫家 没有娄士门第高 我担心葛氏会心生埋怨 再者说 泱泱为长 礼当先驾 若鸟鸟抢了先 岂不遭人闲话 又来了 师父这心理 总是规矩大过于天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佳鸟和雄鹰 怎能一般养 这鸟鸟的相貌秉性 是遮盖不起来的 泱泱自有她的好处 将来也会因缘美满 若顾及这些 而耽误了鸟鸟 那更是四夫的大打不盖了 弟父就不必相劝了 这门婚事 我是定然不会同意的 四夫若真要退婚 我看也不能 这么公然地宣之于众 那娄家非小门小户 若如娄家第一次退婚那般 闹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 那娄家脸面如何挂得住 你以为娄家 会像对何家那般稀释宁人 我知四夫下决心 那定是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如此不如听我一计 偏你主意多 说吧 这世间男女本是如此 很想要的 对 让我没有闪的 gelecek 好 只是 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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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没有别的吩咐 我们就先走了 只是看着天色郁郁 恐怕是要下雨啊 我们可没出躲 放过这座山坡 就是圣上朱碧谷的别院 程娘子可愿嫌忘了 既然见不到你姝母 能与程娘子相许一番 也是好的呀 本不想去的 湖南天要下雨 免威其难 多谢皇甫大夫了 请随我来 双双 我们现在赶快去 所以未必来不及同样 我三叔母 不愿将过往这事细讲于我 为何不趁这机会 去听听故事 走了 学生 见过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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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灵将军 因凭乱受伤 伤酒不欲 圣上特地留他在此休养 我来说 林将军 伤课好些了 林将军 善剑雄 你们竟都在这里 你们还不知晓吧 我在疫清了 就是他 他就是你们未来地府 再去备一碗吧 再去备一碗吧 才两月不见 成娘子 就要结亲了 善剑与你道喜了 多谢袁公子 TIME 这雨也下下来了 不如我们尽快动身 去别院吧 雨势不小 我们一同前往吧 乔娘子 你就坐我的马车 你那摇车虽有雨盖 但这雨夹风势抵挡不了多少 听闻你风寒出雨 若是再淋了雨 着了病 就不好了 娄公子 在下备有缩衣快马 若不介意 你我一同骑马车往 那就谢谢紫辰兄 少程 你快去 我随后就到 那你可得快些 好 女公子请 多谢林将军 我来 我来 你一同骑马车到我去 那我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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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 车子 姜子 别愿到了 有劳林将军 举手之劳 陈娘子 此处乃前朝匠人所建造的别人 你若感兴趣 在下可陪你逛一逛 此处离淮县有多远 雨时太大了 就算赶回去 陈妹也该关了 今夜你便宿在此处吧 我已经拆人前往华县通报陈县令 你不必担心 多谢林将军 陈娘子方才淋了雨 带她去梳洗吧 我等阿瑶一块 罗公子我自会照料 你快些去吧 你不自欺呢 你不自欺呢 坐 少双 阿瑶 阿瑶 你居然又已亲了 可不能就此沉迷温柔香啊 别忘了 白露山夫子 对你的尊尊教诲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我与你大兄是同窗 今日我便带他尽些兄长之责 考教考教你 功课是否荒废 好 不是吧 别远中正好设有一间书屏 二位若想温惜功课 那书屏 不失为一个好许臣 这边开始考教啊 一个时辰已经过去 为何不能考教啊 你若素日 只潜心用功读书 怎会心中如此忐忑 好吧 善间兄请问 我问你 你为何忽然来华仙 他与那成寺娘子一亲了 这 这也不是书上的内容啊 我没说只考你书上的内容啊 我已仰慕受伤已久 就想着离他近些 我就跟来了 仰慕已久 你是仰慕他满夫算计 还是仰慕他心思深沉 善间兄误会烧伤了 他只是足智多谋 比其他女娘聪明机密罢了 他也就哄哄你这般蠢笨的 我且问你 他又是如何认识林子盛的 上次遇险 子盛兄于叛军手中救下烧伤 烧伤还帮到智商来着 智商 他还懂智商 英雄救美 真是好生死无他 不对 他怕是利用智商 来换取灵不宜 护送你们去华县吧 这女娘 可不是好生死 这女娘 可不是好生死 好相遇他 小心折损家族 自身 罗公子 袁公子 晚膳已经备好了 将军请你们去前厅用膳 好 使用膳膳 你去吧 你能帮我可以来 寻找你做什么 不需要我 这太好了 我行不去 我行不去 就去吧 你去吧 没事 你去吧 请吧 愿战乱休迷 风调雨水 愿岁月不回 往事不哀 二十余年了 自我遭立地加害 不得已离家游离天下 已是二十余年了 程娘子 今日我遗老卖老 随你叔母叫你一声少商可好 大夫随意便可 我们相逢即是缘分 少商 今日 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可好 可是讲夫子自己的故事 不 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 切勿喷着他人 好 好 多年以前 有位世家公子 虽父早亡 但才华出众 后名声斐然 受精追捕 这位公子 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 可惜 因未婚妻容貌平凡 公子觉得 未婚妻配不上自己 夫人 我在寺医馆处寻了个方子 说是公公养颜用的 夫人肯想试试 我容色平平 何用养颜 你就你会帮我留意这些 你娶了我这无言女 如今可是后悔了 我若是看脸娶妻 我为何不化个妆 把自己给娶了 这天下 我还没见到哪个女娘 比我更俊 是你呀 可惜啊 皇甫仪可不是这般小 她当初并不甘心 夫人 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 背心弃义 心虾眼盲的家伙了 那个人家风大漫 远顿他乡 你当初没有提出退亲 已是仁至义尽了 那未婚妻家中亲长 也纷纷劝说她退婚 可她 立派证物 不肯背心弃 非但如此 她一个小女娘 还以异己之力 承担起照顾公子家眷的助力 更甚至 她还要备受未来君故的刁难 所作一切 只为叛公子早日归来成亲 那她这一等 就是七年 父子是我直言 那公子 就不敢让未婚妻吃的 陈娘子说得也不无道理 天若无道 人就该遵循天命 天若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 陈娘子带人一向刻薄 敢问陈娘子 讨若遇上这事的是楼公子 你等她还是不等 袁公子这问题问得当真是不刻薄 好 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 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 倘若是你遇上这样的祸事 你是等还是不等 我先问她 请陈娘子先回答 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 请袁公子回答 少生 我不会要你等的 我没说错 少生 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 陈娘子 可真是寻了一个好男婿 公子王父 有位十分了得的护卫 陈公子王父当年恩情 自告费勇 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 途中 为保护公子 不幸留念 护卫临死之前 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 谁曾想 就是这段恩情 断送了前世情缘 这段恩情 断送前世聂缘 也未尝不好 原本七年后 她终于得以归家 为我阿父贺寿 并与我完婚 可那追随她两年的孤女 非在她归家时福度自尽 若非她执意照顾孤女 拖置归家脚步 我又怎会在阿父盛宴上 再被羞辱 未婚妻在寿宴上苦苦等待 一日一夜 谁知 公子并未如妻而知 公子心知 未婚妻心中卑不自胜 定要与妻见面 诉说各种原因 苦苦哀求妻数日 的 而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敢问 这位公子一直对未婚妻的相貌暗暗惋惜 这未婚妻可心知肚明啊 那是公子年少之想 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厚 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 那未婚妻要的可是公子的感动 他不过是希望 心胜之人能将自己放于心上罢了 只不过 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自负又薄情的混账 父子 我倒有一问题 若你是那公子 未婚妻和姑女同时掉入河中 你应当救谁 陈娘子不如这么问 若未婚妻汇一点水 江江能在水面上扶得片刻 而姑女丝毫不会水 若夫子是公子 先救谁 没错 林将军 若换作是你 你先救谁啊 刻薄 谁最刻薄 你最刻薄 若换作是我 自然是先救未婚妻 若先救姑女 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 可能叫水流冲走 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 又怎会让心上人 有半点不测 难道 就眼睁睁地看着姑女死而不救 若是 若是我 我也是要先救受伤的 阿阳 还是你对我好 我就知道 你不会欺我欲不顾 那未婚妻并未掉入河中 此假设不成立 那姑女也未曾掉入河中 只是自信服毒罢了 人死了便死了 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嗣 将来保她升官发财 让她的香火 得以延续足矣 未免有些对不住那名 惨死的侍卫 对不住便对不住了 人生在世 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 此话说得有道理 家父也是武将 战阵之上 为护卫她这个主帅 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 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 都要驾驭我阿父的 说到底 要是那公子 早些打发走那姑女 也就好了 这姑女不过就是个 跳梁小丑 不值一提 方才林将军说得 甚有道理 天有道 自不会让有情人奋力 这位婚妻既不能相信 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 实则有心 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姑女 确实毫无情意 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 如何结为夫妻 这未婚妻约是想明白了这点 才断然退了婚 她用了七年时光 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情意 又断然退了婚 就是为了告诉公子 她虽相貌平凡 但心意绝不能轻辱 叶兰风寒 别再照亮了 还是批一下吧 林将军自己用吧 我身子好 不需要 子慎以为 那未婚妻 实乃大职大会之人 拿得起放得下 一旦想清楚 便毫无留恋 她现在遇见了对的人 余生幸福平安 对吗 如今的她 再幸福不够 人生百年 选对人走对路 方独大心 陈娘子当真觉得眼下所选 是对的吗 有这种女生 有得有准备 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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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rin业绩 人生说的 他是 US的 他怎么回答 人生说的 手上 我给你个儿童话 小心找着 肯定手